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上映于2013年 讲述传染病肆意蔓延的韩国电影《流感》 一群东南亚偷渡客历经艰险来到韩国打工 但是因为其中夹杂着一个流感病人 密闭的环境让普通的流感升级成了超强病毒 等到达的时候舌头才发现整个集装箱内的偷渡客几乎全部死亡 唯一一个幸存的偷渡客也跑了 人跑了不要紧 关键是舌头的弟弟小强开始产生了不适反应 一直不断的咳嗽 舌头以为小强是普通感冒 于是带着小强去药店买药 结果将病毒传染给了药店的其他人 而小强因为病重到吐血被送进了医院 经过一系列抢救小强还是死了 女主金医生是一位单身妈妈 经诊断她发现小强感染的是猪瘤感 还发现了小强手机里集装箱的视频 死尸横尘的集装箱无疑是病原的关键 消防队很快就找到了集装箱 并将集装箱进行了处理 金医生来到现场发现了一个脚印 推测出还有偷渡者幸存 与此同时 那名偷渡者来到金医生家附近 并无意间救下了金医生的女儿 却因此不小心将病毒传染给金医生的女儿 回到医院这边呢 很快更多的患者被送来了医院 医院将病情上报 并建议立刻封锁城市 医员却觉得他们在夸大事实 否决了医生的提议 在之后的短短一天时间内 病毒迅速蔓延到城市的各个角落 许多人呢 在不知不觉间被感染了 城市很快因为病毒进入了瘫痪 高层们终于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为了疫情不被扩散到邻近城市 高层们紧急封锁了城市 并带着自己的家人坐直升机逃走 金医生呢 原本也打算离开 但是因为女儿过安检时 咳嗽被拦了下来 总理很快针对疫情做了决策 将所有市民打包 拉去了病毒隔离区 经检查安全后才能离开 但金医生却发现 女儿身上出现了红班 男主呢是一个消防队员 一直在默默保护金医生母女 为了金医生的女儿不被隔离 男主交换了俩人的号码 代替金医生的女儿被关进了隔离区 没过多久 之前逃走的偷渡者就被找到了 神奇的是 他的病竟然好了 这下子呀 为遏制病情找到了出路 只要从偷渡者身上提取抗体 就可以拯救疫情 金医生呢 很快提取出抗体 为了救女儿 他偷偷将抗体注入了女儿体内 然而还是被发现了 女儿被强行拉去了隔离区 金医生呢 也被麻醉枪射中倒地 被放出来的男主 在帮金医生寻找女儿的过程中 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真相 原来呀 政府根本就没有打算救这些患者 被确诊的人们 不管是死是活 全部被无差别推进大坑焚烧 男主呢 跳进大坑 根据女孩手机发出的声音 找到了他 与此同时 一个年轻的消防员实在不忍心 和群众说出了真相 结果被当众射杀 知道真相的群众开始反抗 并试图逃离疫区 在暴乱的过程中 偷渡者被杀死 也就是说 现在只有金医生的女儿身上 才有抗体 可以抑制病情 男主通过手机 联系上金医生 金医生女儿身上的抗体呢 已经产生作用了 但是两人却被军队拦截在防线外 下达这条命令的正是美韩协会 因为这是全国上下96%人民的意愿 只有彻底清理这座城市疫情 才不会再蔓延 美韩作战协会选择了 牺牲这座城市 金医生将女儿的事报告给总理 总理决定开放防线救治病人 然而被协会拒绝了 并下令谁敢靠近黄线 就无差别射杀 女主为了救女儿跑到前线 向众人挥舞手臂警告他们 不要靠近黄线 谁知道女儿看到她后冲了过来 军队也在同一时间开枪 关键时刻 金医生为女儿挡下子弹 女儿呢挡金医生面前 祈求军队不要开枪打她的妈妈 群众见此情景也一哄而上 挡在他们面前 总理也被打动 为了拯救自己的国民 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不顾美韩协会的命令 撤掉了防线 最后故事有了一个美好的结局 金医生女儿身上的抗体治愈了患者 而男主也和金医生走在了一起 电影阐述了人性的自私与丑恶 却也讲述了人性的善良与天真 同时呢 不论疫情在蔓延的过程中 如何曲折磨难 但我们坚信 最后终会遇过天晴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